人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临终事宜吗? 提前选好身后路,这看似不合常规的想法, 却是陈小鲁晚年的最大追求。 陈小鲁,陈毅的小儿子,走出军队转战伤害, 陈小鲁的一生传奇无数, 但最令人瞩目的是陈小鲁发起的生前御主推广协会。 所谓生前御主,就是人们在意识清醒时, 提前安排自己临终事项。 比如病危时需要生命样的救助,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病人生命晚期的人格尊严, 这便是尊严死。 陈小鲁是尊严死的推广者, 始终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的离开人士, 他早早准备签下生前御主。 然而,陈小鲁却应在2018年突发疾病, 何然辞世为启用。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人故有一死, 但却有两种选择, 在痛苦中死去, 或是在安详中死去。 当亲人面临患者生命的抉择时,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患者的生命。 然而这个选择, 却没有考虑到患者本人的意愿。 如果患者尚处于清醒状态, 他们会如何选择自己的治疗方案? 这就是北京市生前御主推广协会创立的初衷, 让重症且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 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民中的诊疗方案。 而这个协会的发起者, 正是陈毅的小儿子陈小鲁。 陈毅为这个新生儿取名为小鲁, 鲁代表的是山东, 也寄托了陈毅解放山东的心愿。 陈小鲁的一生锻造了无数传奇, 但到了晚年, 陈小鲁却只执着于一件事, 那就是推广生前御主。 他想让更多人了解到生前御主, 帮助更多人实现有尊严的离开人士。 尊严死一词源于西方。 1975年, 一位20岁的少女意外陷入昏迷, 被医院判定为慢性永久植物状态。 吉少女将永远沉睡, 再也无法醒来, 只能依靠医疗器械, 勉强维持少女的生命。 然而这种方式, 却让少女的身体备受折磨。 几个月后, 少女的父母不忍女儿受苦, 便向医生提出了请求, 停止所有维持少女生命特征的设备, 让少女能够自然地离开人士。 起初, 医院并不同意少女父母的请求, 因为这样医院就要背负上 谋害少女生命的罪名。 在美国, 没有人会选择 主动结束患者的生命, 哪怕患者已经迈入生命的倒计时。 然而, 少女的父母却始终坚持, 并一直诉状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同意撤离少女的维生措施, 让少女可以安宁辞世。 从那时候开始, 尊严死一词进入了大众视野, 成为人们讨论死亡话题时, 屡屡提及的焦点。 1976年, 美国加州通过自然死亡法案, 允许病人回归自然的规律, 在生命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时, 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 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允许自然死亡的法案。 此后, 日本也推出了尊严死方案。 只要签署文件并公正, 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医院就会遵照患者的想法, 为患者选择其他诊疗方案, 让患者安然辞世, 不必遭受非人的折磨。 尊严死的概念在中国出现, 是在1985年的学术期刊中。 2020年, 经过两会讨论通过, 尊严死被正式写入民法典中, 成为保护人格尊严的重要款项。 2013年, 在陈小鲁的努力下, 北京市生前御主推广协会成立。 作为项目发起者, 陈小鲁对人生归途也早有安排, 要求在生命走到终点时,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不再勉强维持生命, 自然地从这个世界离去。 而陈小鲁之所以创办协会, 推广生前御主, 主要是因为沉溺的事实。 1972年1月6日, 陈毅因病在北京逝世。 早在1970年, 陈毅的身体便日狂愈下, 首先是三天两头的腹筒腹泻, 到医院查出直肠癌。 好在发现及时, 癌症及时被清除。 但很快, 相同的病症席卷而来, 到北京入院诊断后, 被判为蓝尾炎。 然而, 就在医生为陈毅切除蓝尾时, 才发现原来陈毅的情况更加糟糕, 他不是蓝尾炎, 他是结肠癌。 在医院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 陈毅感觉身体有所好转, 便不再放在心上。 到1971年9月, 中央召开座谈会时, 陈毅还能在台上发言, 且期间毫无任何不适。 只是发言结束后, 陈毅刚回到座位不久, 便晕了过去, 而这次入院, 陈毅再也没有站起来。 由于病情恶化极为突然, 专家们也对此束手无策, 只能靠书液勉强维持陈毅的生命体征。 弥留之陈毅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承受着医疗器械带来的痛苦与折磨。 直到陈毅辞世前, 陈小鲁才收到消息, 从部队赶回了家, 但陈小鲁见到的, 却是父亲被病痛折磨的一幕。 陈小鲁是陈毅的小儿子, 在日常生活中, 陈毅是一位慈父, 对陈小鲁极为耐心。 当陈小鲁学习遇到难题时, 陈毅会细心教导陈小鲁, 虽然工作很忙, 但只要有机会, 便会过问小儿子的学习和思想情况, 及时给出指点。 虽然陈毅对子女的教育极为宽松, 但对德育的要求却很严格。 因此, 看到陈小鲁因为不肯上学而赖床, 陈毅便直接到房间里拎起小儿子, 吓唬着要把陈小鲁丢下楼去, 此后陈小鲁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1963年8月, 陈毅休假在家, 利用空闲时间给儿子们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 教导儿子们要脚踏实地, 吸取经验, 还要学会分析形势。 在后来的日子里, 陈小鲁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导。 长大后, 陈小鲁跟随父亲的步伐, 参军入伍, 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入伍三年, 陈小鲁便凭着自己的才干, 被评为五号战士, 并在抗洪抢险的过程中立下三等功的荣誉。 然而陈小鲁还未来得及给陈毅报喜, 便听到了父亲生病的消息。 从部队匆匆赶回, 陈小鲁在医院里见到了行销鼓励的父亲。 在病危之时, 还要承受各种急救措施带来的痛苦, 这一幕给了陈小鲁极大震撼。 陈毅去世之后, 陈小鲁在军队延续父亲的风范, 从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部队骨干, 并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英国国防武官助理及副武官,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社会改革局局长等职位。 到1992年从部队转业之前, 陈小鲁已经升为上校军衔。 1992年, 陈小鲁46岁。 在这之后, 陈小鲁转身投入上海, 创立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企业在华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此后, 陈小鲁又历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 在商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然而在陈小鲁的心中, 始终难以忘怀父亲迷流之际的模样, 只能靠营养业续命的日子, 让这个多年纵横沙场的元帅都倍感煎熬和折磨。 目睹父亲经历的痛苦, 陈小鲁做了个决定, 他要创办一个公益组织, 帮助重症病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 人既然生而为人, 理应拥有对生命的决定权, 即便要离开这个世界, 在离开之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 2006年, 陈小鲁参与创办了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之后又与罗点点、 罗瑞卿的女儿合作, 共同建立了生前御主推广协会。 他们倡导尊严死, 建议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尽早考虑生前御主, 让人们自由抉择如何与世界告别。 截至2022年6月, 选择与尊严访客已超1294万, 注册会员达50万人, 其中321人完成了生前御主。 作为协会的会长, 陈小鲁本人也早已签下生前御主, 在文件中安排好自己的临终事宜。 只可惜, 由于疾病突发, 这份文件最终没有被启用。 2018年2月28日, 因为急性心梗, 陈小鲁在海南三亚301医院去世。 意外来得过于突然, 在这之前毫无任何征兆, 陈小鲁身体身体康健, 还在整理父亲和岳父的划策。 时值春节期间, 陈小鲁和家人来到海南过节, 去世当天, 陈小鲁还在朋友家中与朋友们小聚。 然而就在当晚9点左右, 陈小鲁便倒了下来, 那份预备的尊严死计划也就没有起风。 1972年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让陈小鲁坚定了尊严死的理念。 在后来宣传尊严死的多个场合里, 陈小鲁都会提到父亲的故事。 他曾经问过医生, 可不可以拔掉安插在父亲身上的管子, 让父亲不再痛苦, 但却遭到了医生的拒绝。 你们说了算, 我们赶了。 减轻死亡带来的痛苦, 是陈小鲁创立生前御主协会的初衷。 2013年, 在国际金融博物馆的演讲厅里, 头发花白的陈小鲁走上演讲台, 对着话筒说道, 我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唯一所求, 也不过是人格的自由, 即便到死, 我也想决定自己的死法。 善事善终, 不仅仅是陈小鲁的愿望, 也是许多重症患者的愿望。 2016年, 陈小鲁的岳母, 楚清去世, 住院前便特别交代, 如果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无需再用其他方式维护抢救, 他只要平静地离世。 于是在整个救护过程中, 医生只是用药物控制血压, 让楚清可以平顺呼吸, 安详离世。 陈小鲁的生前预主推广协会, 将生命终点的话题拉到了另一种高度, 即死亡教育。 在大众普遍的认知中, 死亡是可怕的, 但死亡却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走在人生这条单行线上, 没有人能够逃离死亡的命运。 但关键在于, 如何面对死亡? 尊严死, 从本质上来说, 是对生命的重视。 它与安乐死的最大区别在于, 不会采取任何主动手段, 加速病人的死亡。 在自然死的过程中, 并未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 尊严死的意义在于, 让病重患者没有痛苦, 平静此事。 生前预主的作用, 是最大程度尊重患者的自主权。 明知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仍要经历心脏按压, 气管插管等急救措施, 对患者的身体来说是另一种折磨。 即便急救成功, 患者也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 尽管发达的医疗技术可以维持生命体征, 但也只是类似于植物人一样的状态。 然而, 生前预主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点, 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可能, 生命的终点不再由医生或是亲属决定, 而是个人在履行对生命最后的职责。 这种遵照个人意愿的结局, 或许会是许多绝症患者的心知所向, 也是对患者生命最大的尊重。 陈小鲁虽然已经离世, 但他未经的事业仍在继续, 随着尊严死与生前预主逐渐得到推广与认可, 人们对生命也有了新的理解与想象。 在生前预主的帮助下, 将会有更多绝症患者得到帮助,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安宁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